他們一開口就跟我要五百萬 然後 我本來想說為了電影好 我是願意去跟他談判 那昨天後來想一個晚上 我覺得這個就是恐嚇 這導演柯莫榮爆呼麻性侵 哽咽發不自殺生命被勒索五百萬 我昨天就有收到一個通知 說有一個叫做許正德的先生 然後在網路上說 我做一些我沒有做過的壞事這樣子 台山恐怖片就近期上映 導演柯莫榮卻被爆出性醜聞 網紅許正德阿德在臉書上爆料 某某導演在工作室洗打麻又硬上女生 要求對方出面處理 最近電影上映不要自己找難看 之後又在個人帳號表示 該名導演就叫柯莫榮 並順便幫剛好也上映新片的 嚴正國洗白 不必把阿國洗一下劇 人家阿國正派的什麼人拍什麼片 鬼拍鬼片 而今柯莫榮在主播老婆陪同下 出席電影宣傳整面回應 那其實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不會隨便對人家怎麼樣的 對所以 昨天跟對方聯繫 他一接電話就 他就一直罵髒話 然後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說誰 或是說什麼事情 然後問他他也都不講 對所以我 他就說要找兄弟來處理 對那 對方好像有一點黑道背景 所以 他們一開口就跟我要五百萬 然後 我本來想說為了電影好啊 我是願意去跟他談判 那昨天後來想一個晚上 我覺得這個就是恐嚇 所以我呢 後面就沒有再跟他聯繫 那早上 這個 他就又再爆更多的東西出來 那我其實不知道說他為什麼要 挑在這個時間 來傷害我的電影 然後 我的電影籌備五年啊 我一毛錢都沒有拿 然後錢也都投資在電影裡面 我也不是那種有五百萬可以拿出來的人 然後他說的那很可怕的事情我也都沒有做 所以 老實說是很害怕啦 因為沒有面 我也沒有什麼背景可言 我本來就是從 大學就是一個拍片出來的學生 所以 所以我 我今天會發一篇不自殺聲明跟不消失的聲明 對 所以大家都找得到我 對我是不會自己消失的 然後我們也把這些證據都已經交給律師 然後我們會提到進入司法的程序 謝謝大家 可夢榮老婆會後也在臉書發文力挺 我相信我先生 他是一個正直勝良的人 不會向任何惡事力低頭 這時進度更很快的德哥又馬上發文 只只可夢榮昨晚還請他幫押士琴 今天變成我恐嚇你 並曬出跟疑似被害人的對話紀錄 需要訪當事人來說我願意 聽到這名字看到這個人的臉 都還是讓我覺得很噁心 單發聲明之後 對方有在回應一些東西 他說 因為你有可能有黑到背景 他說 他是不是黑到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這樣子 他說你有委託他押住事情 但是今天卻說他恐嚇你 這樣子 事情 這部分我們就交給你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是不是覺得人心比較可怕還是 對 我覺得人心真的很可怕 真的 好 大家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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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